大家好,我是新世界超学王的岩石岚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对音变日语教程第三册第二端页的内容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第二端页当中出现的所有终极,也就是N2当中的句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句型,Dake 那我们在第二端页当中呢,学过了Dake的很多用法 它不同形式的不同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Dake它可以表示限定 比如说例句 このことはSato-sanにだけ話しました このことはSato-sanにだけ話しました 表示,这个事情呢,我只和佐藤说过了 那么在这个含义的情况下,我们在讲课文的时候也讲过 这个Dake它叫副注词,所以它是可以代替了主格的が 它也可以代替兵格的を 但是它是不能代替其他格注词的 所以比如说在这里的Sato-sanに話しました 这个对音上的に就是没有办法被Dake替代掉的 那么判断这样的格注词既然不能替代 那么它就必须和Dake连用在一起 那么道理是格注词在前还是Dake在前的话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是比较的随意一点 所以换句话说,我仅仅可以说Sato-sanにだけ話しました 如果我说Sato-sanだけに話しました 其实也不错 就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除了限定的Dake用法之外呢 这个Dake还可以表示程度 那么当然我们讲过 它跟在动词的话 是动词的可能它在后面 那么一形容词往往是以愿望的Tai 或者呢欲しい的形式出现 那形容词的话 是以Suki-na-dake的形式出现 它表示进行前向的最大程度 最大范围 最高满足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今日は走るだけ走ってみようと思う 今日は走れるだけ走ってみようと思う 我想啊,今天能跑多久,跑多久 下面一句 食べたいだけ食べてください 食べたいだけ食べてください 要是你想吃多少 吃多少的意思 好,下面一个句型 に向かって に向かって 我们之前在解释课文中 曾经解释过 它就是向かう 这个动词本身的用法 那向かう它就表示 是朝着什么方向去的意思 所以に向かって 它就是向かう的中盾 那么如果是时间的方向的话呢 它就表示朝着这个方向去 如果是抽象人生的方向 就表示我人生的目标 我人生要一步步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那如果に向かって 它前面跟的是人物名字的话呢 就像にたいして的第一个用法一样 它表示是对象的 对着前面这个对象 做了某个动作 或持有某一种态度 来看一下例句 第一句话 校長先生に向かって 感想の気持ちを伝えた 校長先生に向かって 感想の気持ちを伝えた 这个に向かって 就是我刚才解释的 和你対して的意思是一样的 表示对象 所以对着校长先生呢 表达了感谢之情 对着校长先生表达了感谢之情 下面 这就是实际的方向 表示飞机呢 朝着南面飞去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句型 というよりも 那么这个句型 我们当时也解释过 首先它是より 的一个海内隐身 那么より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初级学习的 比较就是肯定句的 比较精准より 只不过我们初级 它学习的是名词之间比较 那么中级呢 我们首先先解释了 动作之间也可以进行比较 所以より前面 如果接动词的话呢 它前面根本是动词原型 而是与其做前面这个动作 还不如做后面这个动作为好 那么といより这个句型的话 它只不过把より前面这个动词 给固定为了いう 而这个と 就是说的内容 所以といより 或者といよりも 这个句型 它是对说法上的一种比较 与其说前向这个说法吧 不如说后向这个说法都合适 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对我来说 它与其说是朋友 不如说是像家园般的存在 一个说法上的比较 好 下面一个 Nagara Nagaramu这个句型 当时我们在解释课文的时候也讲过 首先我们初级就学过一个Nagara 初级学Nagara它表示一边一边 那么当然我们也讲过 初级那个一边一边Nagara 它只能接在动词的Muslim的后面 那么今天中级的Nagara的话 它和一边面没有关系 它是表示逆接转折的 当然是汉语翻词虽然但是 也正因为它翻词虽然但是 所以首先在接续上来说 它不单单仅限于 可以跟在动词マ形后面 名词 音形容词和那形容词 都可以接续Nagara 而且在虽然但是的情况下 这个Nagara后面可以加个Mu 这个Mu有没有意思 是不改变的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狭いながらもようやくMy homeを 持つことができた 狭いながらもようやくMy homeを 持つことができた 就相当于狭いが的用法 虽然很狭窄 但是总算有自己的家了 总算买了一个自己的房子 下面一个句子 Nagarao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台就知道了 激しい雨の中を3時間も歩いた 激しい雨の中を3時間も歩いた 这个Nagarao 我们其实只要把它分开理解就可以了 Nagara就是在什么什么范围当中 所以激しい雨の中 就是在很激烈的雨当中 而这里的这个隔住词O 实际上是和后面的Aryuku 这个动词搭配在一起使用的 大家知道Aryuku是走 而这个O它是移动经过的路线 所以Hage下面的Nagarao Sanjika Marita 表示我在很激烈的暴雨当中 走了三个多小时 下面一个句子 Tabini 它这里首先给出了Tabini的两种接续 因为Tabini是名词 所以如果名词加上Tabini的话 要用No去连接 那如果是动词的话呢 动词是用圆形加上Tabini 这个句子它表示 每当做前向就必定会发生后响 每当做前向就必定会去做后响 这个含义 来看一下例句 父は出張の旅にプレゼントを買ってきてくれる 父は出張の旅にプレゼントを買ってきてくれる 要是爸爸每当去出差 都会给我买礼物的意思 再比如说 この写真を見るたびに 大学自在のことを思い出す この写真を見るたびに 大学自在のことを思い出す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呢 我都会想到大学时代 每当这个含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剧情 何々 Boy 那么这个剧情的话呢 我们在 之前讲文章说也讲过 首先 我们二章除了Boy之外呢 以后我们还会学习类似于Gachi 以后还会学习类似于Gini 这样的表达方法 那么这些二次剧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恒聪就会混淆起来 所以首先大家一定要理解为Boy 它首先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是我对眼前的 看到的一个现象 一个事物的感觉 而这感觉无关乎程度 大家觉得无关乎程度 其次呢 Boy往映在两种情况下 一种是 是真是假 不知道的时候 我才会寻找Boy 还有一种呢 的前提就是 他是一个男孩子 他是个男生 我才能说他男子来心 而男子っぽい的话 两种情况 要么是我不知道 他是男是女的时候 我感觉他是男的 叫做男子っぽい 或者呢 我明确知道 他是个女孩子 却打扮得很男孩子气 的感觉的话呢 就是男子っぽい的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年を取ってきた 年を取ってきたから 最近は忘れっぽくなった 而忘れっぽい的话呢 是指一个人性格 很健忘 那么从这个 忘れっぽくなった 这个表达方式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任何字接了Boy之后呢 都是把这个新构成的词团 当作一个 阴形文字来使用 好 接下来是 Wakeには行かない 这个句型 这又是由 Wake構成的另外一个句型 当时我们讲过 Wakeには行かない 它翻译成汉语翻译成 不能 所以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就讲过 如果要把这个 Wakeには行かない 旁边画上约等号的话 它是和我们初级学习的 可能和否定的 できない 画上约等号 换句话说 就是不能做模式 当然 できない 它的使用范围 要比Wakeには行かない 也要宽得很多 也就是任何的不能 你用できない来表示 都是可以的 但是Wakeには行かない 它是不能用来表示 能力的问题的 它只能要表示 我从道理意理 情理上来说 不能这么做 能力或许有的 但是道理上讲不过去 比如说 今日は車運転してきたので お酒を飲む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今日は車運転してきたので お酒を飲む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今天呢 我是喝酒来的 我是开车来的 不好意思 所以呢 不能喝酒 今天我是开车来的 所以不能喝酒的意思 不是说我丧失了喝酒能力 只是我道理上 不能做这个事情 下面 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这个形式呢 我们在解释 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这个剧情的时候 也一并讲过了 本身 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表示不能 这个含义是没有变的 只不过 它不能的内容 变成否定了 不能不怎么怎么样 那么双重否定掉 消极肯定 不能不怎么样 就是必须要怎么样 但是这种必须 不是一种义务 不是一种大义凛人感觉 而是一种不得不的感觉 彼女と約束したから 雨でも行か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彼女と約束したから 雨でも行か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因为和他约好了 所以即便下雨呢 我也不能不去的意思 好 下面 何々がきっかけで 或者何々をきっかけにして 这个剧情 那么当然 除了がきっかけで 何々をきっかけにして之外 我们还补充了 がきっかけになって をきっかけとして 这个形式 那么这一组剧情的话 我们讲过 它的意思的核心部分 就是きっかけ 这个字本身的意思 而きっかけ就是气机 和きっかけ表示 同样含着另外一个单字 叫做けき 所以只要把这个剧当中 きっかけ的部分 用けき替代掉 比如说 がきっかけで 变成がけきで をきっかけにして 变成をけきにして 另外一组剧情 也就誕生了 但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表示 以前向为气机 去做我们这个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山田さんとの出会いがきっかけで ボランティアカストを続けている 山田さんとの出会いがきっかけで ボランティアカストを続けている 我以和山田的邂逅为气机 开始持续志愿者活動 山田さんとの出会いがきっかけに トシテは初期学生表示身分的剧情 所以翻译成韩语翻译成作为 那么 现在这个トシテは 这个剧情 它还是翻译成作为 只不过呢 トシテは 它往往用了一种 表示一种 评价或者判断的立场角度的情况下使用的 比如说 私としては その計画に反対です 私としては その計画に反対です 作为我来说 作为我的立场来说 我是反对 那个計画的 好 下面 だけに だけに又是一个表示 だけ的一个剧情 那么当然 在这里 它和刚才我们说的 表示限定 等韩语 没有任何关系 だけに它表示 是原因的 所以我们在讲解课文的时候 也讲过 だけに这个剧情 翻译成汉语 就翻译成正因为 而且呢 有些副词 还经常会和だけに 互相在启用 比如说 だけに的后项 会更加 なおさら 表示正因为前项 所以更加 应该怎么怎么样 或者呢 だけに的后面 会更加 かいて 这样的副词 表示正因为前项 反而怎么怎么样了 我们来看一看例句 電力を尽くしただけに 失敗した食品は 大きかった 電力を尽くしただけに 失敗した食品は 大きかった 正因为我尽了全力 所以失敗时的 这个冲击 这个震惊 是很大的 然后呢 接下去的这个 だけに呢 和刚才那个 正因为呢 我们 要分开来考虑 那么当然 当时我们也解释过了 在这里我们把 だけに和だけやって 还有だけのこと 放在了一起去讲 那实际上 这三个句型 和刚才那个だけに 是一脉相成的 它也是表示 原因里的句型 但它们的使用很有特色 所以我们分开来记 我们不用记别的 只要记得这三者呢 都表示 真不愧是 这个含义就可以了 而且这三者当中 后面两者 だけやって和だけのことある 更常使用 表示真不愧是 那么要说区别的话呢 就是だけに和だけやって 是用来中盾的 而だけのことある 是用来拮据的 这个形式 那么当然 一说到真不愧是的话 我们初期还学习过 一个父子叫做 SASUGA 所以SASUGA 这个真不愧是父子 就经常和 だけに だけやって 或者だけのことある 这样的句型 大家一起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B句话 村田先生は 20年の経験のある ベテランだけに 教え方が上手い 村田先生は 20年の経験のある ベテランだけに 教え方が上手い 村田老师 他真不愧是 是拥有20年经验的 一个老手 他教得非常好 三名句 アメリカで 十数年も 生活しただけあって 彼女は 英語がペラペラだ アメリカで 十数年も 生活しただけあって 彼女は 英語が ペラペラだ ジェンプ会士 在美国生活了 十几年的 她的英語 非常好 三名 このレストランの料理は 本当に美味しい 値段が高いだけのことある このレストランの料理は 本当に美味しい 値段が高いだけのことある あや 这个饭店的 饭菜味道 真的特别的好吃 真不愧是 价格这么高的 一个饭店 好 下面一个句型 我们讲的是 ビキダ 这个形式 那么ビキダ 这个句型的话 我们当时讲过 首先 它的金色的话 前面跟的是 动词的原型 当然 撒辫动词 スリ的话 稍微特殊的一点 首先你用 スリ的动词原型 构成スリビキダ 也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 你把リ去掉 变成スビキダ 这个形式 也是可以的 而且スビキダ 会使用得更多 那么这个ビキダ 它翻译成应该 那么当时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就首先 把它和初级的 ハズダ 同样翻译成应该 进行了辨析 ハズダ 是表示判断 推测的应该 ビキダ 它表示作为义务 觉得你应该这么做 不应该这么做的问题 和判断推测 没有关系 所以这两个 应该之间 是不存在任何关系的 那么 除此之外 ビキダ 他的否定 只有 ビキダ 这一个形式 也就是不应该做模式 是不存在 ないビキダ 形式 所以 听话要记住 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 第一句 約束を守るべきです 应该 遵守 约定 第二句 不应该 在地球当中 用手机 大声的讲电话 好 下面一个句 你伴ない 你伴なって 你伴ない 那么 这个句 实际上 它是基于了 伴ない 这个动词 本身的用法 当然 伴ない 它是 自他动词 所以 它既可以做自动词 也可以做他动词 那么 在这里的话 是把它当作自动词 来使用 当自动词 使用的时候 这个 伴ない 它前面跟的是 隔住词 你中对一下之后 就构成了 你伴ない 或者你伴ない 这个形式 同样 还是动词 本身用法 表示伴随着 表示伴随着 前向的变化 后向 也发生相对变化 那么 当然 我们当时 讲过 接识的话 名词 可以直接接上 你伴ない 或者你伴ない 动词的话 原型 也可以直接加 然后 刚才想到 伴随着 随着这个含义的话 我们也提醒过大家 并不是所有的 中国中的随着 都可以用到 你伴ない 或你伴ない 这个形式 它的要求是 前后上 都得 是变化 才可以的 而 你伴ない 的话 它是动词原型 动词原型 伴随着 这个含义 是不变的 不过它做定 修士后面 名词 我们来看一下 例句 伴随着高龄化 那么老年人的医療问题 也变得 越来越严重 这么一句 经济的発展に伴って 人々の生活も 豊かになった 经济的発展に伴って 人々の生活も 豊かになった 伴随着 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 也越来越富裕了 下面 自由に伴ない責任 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よう 自由に伴ない責任 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よう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伴随着 自由而来的 責任的问题 伴随着 に伴って 这个句型 下面 では和では 这两个语法 我们在讲空间时讲过 它叫做条件 所以呢 它实际上 也是一种 假定条件表达 ではでは 它也翻译成 中国翻译成 如果怎么怎么的话 那么当时我们就提到过 实际上我们在 初级学习的 禁止的句型 では行けない では行けない 当中的 ではでは 就是这个 假定表现的 ではでは的用法 而 ではでは 它往往用在 不太好的情况下 所以比如说 こんな高い値段では 商品が売れない こんな高い値段では 商品が売れない 如果是这么高的价格的话 那么商品是卖不出去的 下面一句 こんな暗いところで 本を読んでいっては 目が悪くなるよ こんな暗いところで 本を読んでいっては 目が悪くなるよ 如果在这么暗的地方 一直看书的话呢 那么眼睛是变化的よ 对吧 那么当然在口语当中 他也知道 では 经常应变成 じゃ的形式 而では 就经常应变成 じゃ的形式 下面 くせに 这个句型 成为接式的话 我们找过 くせ 是名字 所以前面一句话 怎么接名字 就怎么叫くせに 就可以了 那么 くせに 什么意思呢 当时我没讲过 它就相当于了 のに 的用法 也就是一个 强烈的感情的转折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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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对吧 结果他的感情呢 可能比初级学习的能力 更加强了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例句 彼は 自分は何もしないくせに 人のやることに 文句をつける 彼は 自分は何もしないくせに 人のやることを 文句につける 他呢 明明自己 什么都不做吧 却对 别人做的事情 挑三解四 好 下面 お 或者呢 ご 加上动词的マス型 再加上です 这个形式的话 这是我们在初级学过的 一个尊他的表达 尊他语的表达 那么当然 在解释这个句子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给大家提到过 这个句子要注意了 本身动词是有各种形式 和形态的变化 对吧 不管比如说这里的 呼び这个动词的话 它可以是呼びます 可以是呼んでいます 这样的形式变化 但是 但凡变成了 お です 这个尊他形之后 它的实态 和其他的形态 就体现不出来了 所以千万 不要把它变成 お 加上 です 这样的一种 过去时 过去时的形式 即便动词本身 要变化成过去时 但是在这个句型当中 です 是不能够变化成 です 道理是过去时 还是现在才将来时 是通过上下文来判断出来的 这个尊他语的形式当中 是看不出实态的 大家要注意了 例句 課長 部长现在在叫您呢 下面 你和这个形式 我们在讲科学时讲过 首先 比如说第一个例句 父は 自家人には帰ってくると思う 这个当中的你和呢 我们可以把你和和分开来考虑 你就是我们在初级学习的 时间点的你 而和顺略强调 11点怎么样也回来了 是一个隔住字你 加上强热的我和的一个组合的用法 那么作为句型 你和的话呢 它是有 平价的基准的含义 翻译成汉语翻译成 对于什么什么来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如果前面跟的是名字的话呢 它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之前的 父亲的剧情叫做 你とって的用法 对吧 比如说 このドレスは私には派手すぎる このドレスは私には派手すぎる 事实上就有点类似于 このドレスは私にとっては派手すぎる 这个连衣群对我来说 太花少了 那么 你とって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和它前面 可以直接接上动字圆形 也是表示 对于做某个动作来说 这个含义 那么跟上动字圆形 你和的话 它的特点是 后面往往跟上一些 比如说 来来来する必要がある 来来する必要的 或者来来しなければ 来来ない之类的表达 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 病気を予防するには 適当な運動が大切だ 病気を予防するには 適当な運動が大切だ 对于预防疾病这个事情来说呢 适度的运动是必要的 好 下面 又是初级学习的 はずだ 这个具体的衍生 那么首先呢 はず 它是表示 判断或者推测的 应该 这是我们初级和中级 都反复强调过的 比如说第一个例句 山田呢 应该是不来 今天晚上的 判断的 这个判断或者推测的 入れたはずなんだけど 見つからない 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 我应该是把钥匙放到了 包里面去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找到了 它是判断或推测的 应该的一个隐身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 说白了 它也是判断 推测应该的隐身 它应该会做这个动作的 很理所当然 怪不得会这样子 所以 这个用法情况下 它往往翻译成 怪不得 彼は怀るはずだ 怪不得他要生气呢 あんな ひどいことを言われたんだから 彼は怀るはずだ あんな ひどいことを言われたんだから 怪不得他要生气呢 因为他被说了 这么恶毒的话 好 下面一个句型是 にして 那么にして的话 我们也预告过 实际上它本身呢 有五个用法 但是我们在 终极的教堂当中 只接受了 它的两个用法 所以两个用法的特点呢 是前面都跟的是 数字的表达 第一种用法 它是叫做 短时间或者小年纪的 数量词 加上にして表示 短短时间或者小小年纪呢 就做了这个动作 比如说 ローマは一日にしてならず ローマは一日にしてならず ローマ并非一日建成 还有一个情况呢 是老年纪或者多次数 这下にして表示 到了这把年纪 到了这么多次数 才终于总算 或者才第一次 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 サンジにしてたつ サンジにしてたつ 那么 这句话 直译就是 到了三十岁 才站起来 那么 意意就为 我们中文的 三十二例 下面 コソ 这个强调句型 首先 如果单单使用コソ的话呢 它前面跟的是名字 加上コソ的形式 它表示 不是别的 而正是前向名字意思 所以 今年コソ 也预告过 实际上我们二章 还有另外一个句 是 てはじめて 和这个 てこそ 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说 お金は使ってこそ 価値があるのだ お金は使ってこそ 価値があるのだ 钱 只有用了之后 才有价值 那么对第二单元的语法梳理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在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对第二单元的语法和词汇 进行总结性的练习 再次语法梳理 再次语法梳理